Hello大家好我是林木 这期我们接着讲新闻 嗯...那就决定了 啊对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部隐瞒之事 那么为什么要隐瞒隐瞒的又是什么 这一切还得从孩子的出生开始讲起 这一天我们的女主她降生了 我们男主对父亲自然是非常兴奋了 紧接着就是直接公开出行 在场的竟然全是男主粉丝 当然问题就出在于男主是个漫画家 具体话的是什么我不敢说你们也知道 万一女儿知道了 觉醒了什么不得了的属性 怕是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每天女儿面前穿西装半路再画一遍 工作室大清理不能出现令人兴奋的东西 老是也是内鬼 总之男主为了不被女儿发现自己是个本子花手 什么都做什么都敢 真的是伟大的父爱啊 女儿想让父亲高兴 愿望是让父亲变伟大 男主为了让女儿高兴想变伟大 父亲为了女儿愿意去改变 女儿为了父亲可以去成长 父女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微妙 搞笑日常主打清醒 只看2P就会觉得这是一部治愈犯 事实上他进了 还真的挺治愈的 女儿代代的真的非常可爱 父亲的颜子 哇 子这么K这么帅 老少贤姨男女通吃 我真的是太爱了 至于我为什么会喜欢 咦怎么样怎么样听出来了吗 说明一题拿走后宫很多 剧情我不多 剧头该讲的我也剪完了 感兴趣的话就自己去追发了 那这期视频也就这样结束了 实在白嫖的观众就留个短子吧 我是游泳下第一次演战 我们下舞中就开始唱它 几下舞中就唱它 做得好 看到的 我们下舞中就唱到 分钟就唱到 调歌 搅nt 看到 我们下舞中就唱到 至于